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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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差不多時間 不是這樣長期你做累積的工作 就是這樣很順 量沒那麼多 廟也沒那麼多 蓋環節的時間還是有限 有段矽一點 經過幾年 才有那個政府單位這個古蹟 修復下來 六十五年 六十八年間 差不多漸漸漸漸 都是傳統廟 傳來一般的建築在阿西的廚 到高差不多在七十五年 就在轉回做無風廟 那些肥廊 就是餐飲部分 那是當年 我記得好像在七十五年做 那你七十五年修過以後 偶偶就往台灣 做一些阿西廟結構 之前差不多在八十九年間 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澎湖 跟家裡的生活比較接近 偶偶往台灣的時間是比較少 到九十二年左右 從第一場的那個台南家裡興 那庭廟是修復的開始 才往過來再往台灣走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文昌基本上比較中性 那也比較符合這個文職的這個氣質 所以我們後來就定位為這邊蓋了一個文昌廟 一般的大木僵師的工作呢 是做所謂的這個開料單 譬如說柱子是多大的多長的 那那個其他的構建 譬如說像鞋子啦或者是烏架啦 或者是嘎嘎等等這些這些材料 那成交僵師就是能夠掌握到那個準確度 然後再來就是把它做大構建 然後另外就是做組裝 那我順便提一下 就是成交僵師是我 我不曉得他們跟你講 像我們講說一個木材呢 一個木材它要做成是圓的 或者是像我們看到非常多這個 這個大通二通三通 它的形狀是有點橢圓形的 它斷面是橢圓形的 那這時候呢 將師把一根木頭 尤其是我們現在的製材 是用是正方形的製材 那怎麼變成一個圓的 或者是橢圓形的 那成交僵師的墨斗也很厲害 墨斗會彈弧線的 像我們一般認為 墨斗應該是墨線是彈直的 它會彈弧度的 另外它用鋸子加上斧頭 斧頭它劈的方式來劈整個通 非常非常快速 這是我覺得非常神奇的功夫 我印象很深刻是立生醫院 立生醫院的大木構 它是一個日式的 應該說陽式的屋主 屋架 那時候其實本來不是他做的 可是將師 原來的大木將師 拆了之後完蛋 就不會煮 那也不會做 拆了之後呢 其實是煮不回來的 那完蛋了 我就跟營造廠說 去找一下陳家要降師好了 那他們把他找來之後呢 其實那些木架 他根本沒有看到他煮的樣子 原來的樣子 是一根一根放在地上 那陳家降師就一根一根做吊場 然後配合我們原來的圖 他後來自己也畫了圖 就煮起來了 就定料就煮起來了 我覺得他非常厲害 而且那時候 這些構建之餘缺少了非常多 就很多壞掉爛掉了 可能只剩下一半啊幹嘛 他就是有一點像那個分屍的現場 然後他一根一根去找回來 然後把它做修復做組裝 那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蠻厲害的 我只能說厲害